超級小英雄 超級小英雄 SWARM 大家早安 我是麗菲姐姐 又是到我們的寶貝豪品格時間了 那我們今天的老師呢 是我們的兒童心理老師 我們的浩雲老師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麗菲好 今天的小朋友是來自哪一個幼兒園的呢 福田幼兒園 我們現在呢 現在馬上進入我們的 寶貝豪品格Action 香蕉 麗菲跟大輪 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他們正在學注音符號 這天 請用 來造詞 我知道 白馬 Zebra 好厲害 皮包 皮這樣可以嗎 也不錯 那該我 我知道了 Burby Burby 不是 Bu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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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用R 用R來造詞 R 我 R是 額 額哥 不是這樣 老師說 R要捲成像這樣 捲成 R R R 額 捲 額 額 額 捲你了 而 額 你怎麼在這樣子 不是這樣吧 這是 青蛙 額額叫 青蛙是呱呱叫吧 他好好笑喔 真的 他会被你们气死耶 我刚刚看了那个状况剧 那这三个小朋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们是完全个性不一样的小朋友 是个性不一样的小朋友 对 所以其实学习这件事情 尤其进入到小学之后 我想很多爸爸妈妈的孩子 可能都要进到小学了 那进小学之后呢 有很多的挫折会出现 所以就看孩子怎么阴影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测验 就跟孩子的压抑指数有关 压抑指数 没错 也测测你们的压抑指数 工作压力看大不大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来玩私纸游戏啦 小朋友 手上都有拿到一张纸对不对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 也请你准备一张纸给你的小朋友 不一定要这种A4 不一定 其实如果有牛皮纸会更好 比较硬一点的 对 那小朋友你们有玩过撕纸游戏吗 有吗 有最好 那就等一下呢 你手上有一张纸对不对 对 你就用你自己想要的方法把它撕开就对了 撕开 撕 随便你怎么撕 就是把它撕 对 就是把它撕开 你爱怎么撕就怎么撕 好不好 好 我们计时就开始啦 直接拿到纸以后就开始撕啦 看你要怎么撕就撕吧 好 谢谢 然后撕开就好 撕开就好了 撕开啊 撕开 你要用什么撕都可以 有的小朋友 可能会想要把它撕成一种形状 或是撕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我们是很像的 我们是这样慢慢撕成这样 对啊 我们撕好了 我们撕好了 撕到不能撕了 对啊 撕到不能再撕了 好 好 OK 好 所以爸爸妈妈小朋友在撕的时候 请你们一边观察他整个撕纸的状况 好 好 然后如果大家撕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好不好 好 好 我刚刚看到大伦你是有折过在撕吗 没有耶 直接撕 你是直接这样撕吗 对 那你看刚刚有小朋友 像那一位小朋友 他是不是就有折了 对 撕 有没有 所以爸爸妈妈 你有折才撕对不对 我也有折 我折第一下才撕 我没有折我直接撕 你刚刚就直接啪 而且第一下看起来很气的样子 啪 就是这样 我没有 我很斯文 慢着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归了四种类型 好 大家来看一下哦 所以第一种呢 如果你的纸变成这个样子 小朋友就是整个用揉的 你看还有揉啊 就撕开了要再揉吗 没有就是完全就是 插 这种 的这种的话 这种压抑指数很低 很低 很压抑指数 你压抑指数很低耶 靠地你看 手一边还很 很这样子的去把它 把它用力的拉开的这种 这种狂撕 反而是压抑低的 压抑指数比较低的 我以为是泄恨啊 所以才要 对 所以 因为泄恨 所以它会表达 所以如果说小孩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其实他的快乐的性格会比较强 所以如果说你违背了他想要做某些事的愿望的话 他会不高兴 然后他也比较不容易压抑 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告诉你 他不爽 对 不高 所以你刚刚如果没有非常斯文的撕 你也算是这种 完了 我有个不祥的预感 我压抑 我们压力很大 我们压力要很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 他是把它撕成某一种形状 他可能 刚刚你有看到 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忙 就突然就开始撕 有一些小朋友很直接 他就开始啪 可是有一些孩子是开始停在那里 像这个小朋友呢 他算不算 对 有 因为 对 没错 接姐姐看一下 好 其实你如果问他 你看他有折 有丝 其实你如果问他 他可能还可以告诉你 这是什么形状 比如说他可能会撕成一个 飞机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小船 对 那如果像这一种的小朋友呢 他是属于有计划型的小朋友 对 所以这种小朋友 其实突然通常是很聪明 然后可是他们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聪明就容易想很多 然后比较慢热 所以如果说他心里 你觉得他有心事的话 你需要给他做一些引导 他才有办法说出来 好 那第三种 第三种 有一种小朋友是 湿成这样子 一条一条 这场没有啊 我们都希望不要这样 好 不要这样 有的小朋友是会按照那个 量过尺寸 每一个都撕得一样大 对 就每一个都撕成一样大 还是这样一条一条撕下来 对 然后这种小朋友其实 他心里面就比较容易是 封闭起来的 封闭 对 那你看他撕的 如果都是固定的一种形状的话 那他心里 心里面的弹性会比较少 那像这种小朋友 爸爸妈妈就要注意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孩子 他会不会眼睛看你 孩子他如果眼睛是 常常去散闭你的话 那他就表示 其实他很多的想法 他会情感会积在心里 他不愿意说出来 可是他如果会看你的话 那你就要常常去看他的眼睛 然后去引导他 所以这一类会一直这样 撕固定形状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 请你天天看他眼睛十分钟好吗 就是要注意 对 因为其实眼神接触很重要 对 这要多一点关怀 对 好 第四种呢 然后最后一种呢 就是有沿着 你看这样折起来 对 然后有个小朋友很厉害啊 他可能就这样折起来以后 然后再撕 再撕 所以他这个大小是一样的吗 是跟刚刚上个 上个 他更严谨 他可能折起来 他更准确 对 更准确 他非常要求的是准确 比如说他想要撕成哪个样子 他就跟你说 妈妈这张我坏了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另一张 对 或者是他会拿铅笔去画一个形 然后再罩着那样慢慢撕 可能撕了以后他就说撕得太丑 请你拿剪刀给我 对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话呢 它是框架比较多 所以是属于压抑指数最高的 最高 还好我们不是 对 现场小朋友应该没有吧 刚刚有小朋友有折 有折就有 有折 然后又沿着他去撕的这种 所以有折就算了 有一点点可能平常爸妈妈会觉得他们有点小龟毛 所以美工科的学生压抑指数都很高 非常高 那已经是社会教育过的 那如果是小孩子却这样子折的话 对 那他就是非常需要框架 可是这会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小朋友我给他折了以后 我沿着他撕 那这种小朋友就是他需要框架 而且他会很乖 所以他很容易变成一个乖小孩 可是爸爸妈妈就不能让他变得很乖 因为乖小孩很容易出问题 那有一种是他折好以后 可是他不想按照那样他就生气了 就折好难撕了 他就把它撕开了 那这种小朋友他需要规则 可是他没办法遵从你的规则 就会跳到第一种那种形状 对 第一种 第四种跳到第一种 对 我不要了 没错就是这样 那就有可能是爸爸妈妈管太多 嗯 所以 所以那像我们 我跟香蕉哥哥我们是这种 你们 我只能说 因为你们都是大人对不对 所以工作压力大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如果说你们刚刚在撕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小朋友 我们会 他如果心情不好 或是常常很容易 比较过动的小孩 你就让他常常撕子 而且越难撕的纸越好 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出口吗 对 它是一个情绪出口 而且它是有研究根据的 真的 你如果撕牛皮纸 或者是纸箱 家里都有很多那种尿布的纸箱 纸箱 对 纸箱 纸箱拿起来让小朋友撕 你回去试试看 超开心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收集纸箱 对啊 去做回收 做回收 会不会有爸爸妈妈比较坏 他去收集瓦楞纸 像小朋友还对折有没有 然后还有像打 丢枕头这种 丢枕头 对 其实有的 家里如果有那种快要睡坏的枕头 其实爸爸妈妈可以收集起来 跟小朋友一起玩枕头大战 那那个小朋友都喜欢丢到 那里面的羽毛出来的时候 那个都是心情散开的特征 这个我家不适合 为什么 爸爸妈妈都睡那里头隔的 里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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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从丝纸也可以看出 就是小孩的一个压抑的指数 对 所以爸爸妈妈不妨呢 就是让你现在立刻就拿出一张纸 来给小朋友测验 然后才知道呢 小孩的心理的压力 对 到底是多大的 对 嗯 好的 那谢谢我们的哈利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小哥哥 与我们的大伦哥哥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次一起 我们下一个单元了